台鐵今天中午十二點三十四分 一輛由台東開網彰化的 舉光號列車 在經過花蓮、東竹跟富里之間時 發生了出軌意外 共有六截車廂因為出軌擠壓 脫離了軌道 所幸沒有乘客受傷 而台鐵隨即引導乘客拎著行李 步行到安全的地方 初步懷疑可能是天氣熱 導致鐵軌變形 但真正的原因還有待調查 目前台鐵已經成立了一級應變中心 並啟動公車來接駁 輸入旅客 輸入旅客